好 帶你來看到花蓮芙蓉大飯店今年是由 來自香港的新任主廚陳舅 重新設計了包廂桌菜 不管是偷客最懷念的片皮鴨 還是香港人必吃的粥底火鍋 各種美味飲有盡有 並且堅持選用新鮮食材 加上細膩功法 就是要讓民眾在年節期間 吃出港式大菜的新高度 烤鴨表面散發著頭兩光澤 由主廚親自一刀刀片下進行擺盤 光是看畫面就讓人口水直流 花蓮芙蓉大飯店在今年 特別由來自香港的新任主廚 重新設計了包廂桌菜 不管是偷客最懷念的片皮鴨 還是香港人必吃的粥底火鍋 各種美味都應有盡有 那廣式風味其實它是著重在 食材的原汁原味 不過度烹調 那像這一次也幫我們帶來 一個珍珠雞石筋火鍋 除了它是取代一般的 用雞骨跟大骨頭熬的湯底之外 它加了這個米的一個湯底 所以加起來其實算是 廣式特別重點的一個粥底火鍋 所以讓大家吃火鍋的同時 有聞到這個米的清香之外 再配上我們這個花蓮當地的 這個玉米雞 其實這個風味會有特別的部分 從即日起一直到1月30後 以前花蓮芙蓉飯店都開放民眾訂購 常聞年菜外帶 一桌10人份的中式合菜組 價位從9800到12800都有 更提供單點服務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花蓮地區的一個 過年的年菜的部分上來講 桌菜的部分上是都沒有在做一些變動 但是年菜外帶的詢問度也提升了很多 歲末年中各大飯店磨刀貨貨 搶攻年菜市場 芙蓉大飯店這次以全新氣象 堅持選用新鮮食材 加上地道的港式細膩工法 就是要讓民眾吃出港式大菜的新高度 記者許麗芹 華蓮市報導